歡迎收聽快樂聊時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聽 今天拜歐暗示的快樂聊時事 我是朱祺寅 楠朱如 今天很高興 歡迎大家邀請到 也是熟面孔的 我們這個儲備主持人 儲備 見習主持人 都可以 這個我們的黃欣盈 那請首先還是一樣 請欣盈來跟我們聽眾朋友 拍幾下交互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見習主持人 黃欣盈律師 今天我相信大家都在做一個事情 都講一件事 就是盯著螢幕 看著一台飛機 我們一本 不會回來讓台灣 就是這個日航的 JL809的這個搬機 賺者寶貴的 對 124萬劑的AZ的疫苗 落到那個 在我們 逃營的 這個國際機場了 當然這個疫苗 它是一個即時雨 那它也是這個日本政府支持台灣最有利的這個證明 但是呢 在這個 架班機的背後 真的是一段非常 也沒有到曲折離奇 但就是非常的千辛萬苦 而且不會輸給那種007啊 不來得比特那種諜報片的過程 不可能的任務 對對對 這個就是 等一下會跟大家來做個說明 不過呢 一開始 我相信 有些比較敏感的 這個聽眾朋友 都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 什麼時候不來 早不來 晚不來 偏偏今天來 請你拿那個 今天 幾個 今天 我看一下 4號 六四 對對對 6月4號 就是傳說中的 5月35號 因為呢 就是大家知道 在這個地球上 有兩種時區 一個時區叫做正常的世界時區 另外一個時區叫做 中國時區 在中國時區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跟其他地方一樣 但是唯獨 在這個我們傳說中的 六四的這一天 中國政府呢 都會希望大家稱呼他叫 5月35號啦 或者是6月3號再加一啦 就是那個 六月潤三日這個概念這樣子 為什麼呢 當然也就是說 因為1989年的時候 六四天安門事件嘛 說到這個 欣盈您對這個事件 有一些了解嗎 我的印象是停留在 歷史課本的介紹 就是那種血腥鎮壓跟屠殺的畫面 包含是我之前在電視新聞媒體上面看到的紀錄片 也都是用黑白的方式來呈現 因為我後來有去問啊 問說為什麼是用黑白的方式 是攝影技巧的關係嗎 還是因為歷史有點久遠了 是不是當時的攝影技巧跟現在有差 還是技術有差 後來有一些民眾是跟我說 是因為第一那對他們來講 就是是一個很傷痛的回憶 所以用黑白來這個做一個隱晦的表示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因為非常的血腥 然後也怕說看到的人會覺得有觸目驚心的感覺 用黑白來做替代的話 至少你看不出那個血的顏色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停留在一個 感覺是一個情緒非常壓抑的那個氛圍 至少我對六四天安門的事件想法是這樣 但是因為實際上沒有去接觸這個慘痛的歷史嘛 所以都只能透過一些間接的文獻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一些報導 來瞭解六四天安門事件 嗯 嗯 嗯 了解 那其實欣盈的這個印象基本上跟歷史事實 並沒有相距太遠了 嗯 那因為當時候呢就是說 呃 中國他剛好遇到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陣營 正在瀕臨崩潰的時間點 就是八九九零年代這個時候 那麼從中歐東歐的這個所謂鐵幕國家開始 那像波蘭啊 或者是說捷克啊 這些中東歐的鐵幕國家 都開始出現人民要把這個共產黨 給推翻的這個呼聲 嗯 那麼這個德國的柏林圍牆 大概也是在這個時期就是開始要倒塌了 嗯 那在武當潮當然也影響到了 在這個亞洲的共產國家嘛 就是中國 所以呢 在中國呢 特別是從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之後 嗯 那整個經濟的水準開始提升 但是呢 經濟的成長 它就會帶來人民對於更多自由的要求 特別是政治的自由跟言論的自由 嗯 所以呢 當時就以學生為主喔 北大的學生 北大清華啊 這些 那在天安門的廣場集合 他們還自己立了一個自由女神像 嗯 就是象徵中國的這個自由民主的未來 那後來很可惜就是因為 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那個開明派 例如說胡耀邦趙紫陽啊 被鬥倒了 那麼再加上這個掌權的 這個強硬派的李鵬啊 這個鄧小平啊 那決定採取武力鎮壓的方式 所以導致了最後的一個血腥的屠殺場景啊 嗯 那這也是這個中國共產黨 從1949年喔 建立政權以來 那可以說是一個最血腥的平民的屠殺啦 嗯 因為文革的時候它其實是去操弄 呃人民跟人民之間的內鬥 嗯 但是天安門事件完全就是一個 政權對人民的屠殺 而且還是手無寸鐵的人民 嗯 因此呢 這個事情 它影響了呃整個世界對於中國的看法 那中國共產黨也知道說這是一件很歹勢很減少的事情 所以呢 這個基於家醜不外養的原則 他們就盡全力的想要去抹滅掉這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嗯 因此喔 這個在前一陣子 例如說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那有很多中國學生到台灣開始來交流了嘛 來唸書了嘛 那就有不少的台灣學生就問說 欸啊 你們知道六四天安門嗎 喔 還真的有很多中國學生說那是什麼東西 所以連他們自己本地的學生也都不了解 有這件事件就對了 對 就是一個非常隱晦的一個象徵啦 那我們可以想看嘛 你說2008年 喔 馬英九上台 那我們算2012好了 嗯 那你1989出生的人 到2012大概也才 剛好大學嘛 大三大四啊 嗯 二二三嘛 那結果這些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六四天安門事件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會呃 注意就是說 自由的重要性啦 嗯 因為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 這個極權的政府是可以輕易的去抹滅人民的記憶這樣子 而且在一直到目前為止 這個中國共產黨他還是非常的忌諱 六四的這個日期 嗯 因此 話說回來 欸 這個日本的這個活動機喔 載著疫苗喔 選在六月四號 哈哈 是特地選今天的嗎 欸 這個絕對是特地的 絕對是故意的 絕對是挑戰的 我跟你說 不只是六月四號 他連搬機的號碼都很故意 嗯 因爲他的編號是JL809 合起來就叫做8964啦 欸 那為什麼我們會做這個推論呢 就是因爲其實 載疫苗嘛 嗯 要飛機嘛對不對 第一個 你不一定要日本的啊 滑航也可以載啊對不對 滑航也有載過嘛 像那個上個禮拜 米國的摩托娜疫苗 為這個盧森堡不會回來 就是滑航的搬機嘛 嗯 所以這是第一個 飛機不一定要日本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你日期喔 早一天晚一天都可以 為什麼要挑今天 啊 就因爲是六月四號啊 一年才一次嘛 喔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跟大家報告一個 非常有趣的內幕過程啦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搬機的這個疫苗 他可以喔 可以說這麼快的就來 這真的是有兩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啦 第一的就是日本的前首相阿伯 安倍晉三 第二的就是我們台灣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啦 嗯 那根據日本的這個產經新聞 他的一個內幕的報導 喔 其實喔 這個事情的源頭 大概是在5月24號的晚上 5月24號晚上呢 這個謝長廷他就請這個 美國駐日的這個臨時大使 就是代理大使 嗯 揚州 不是插飯 揚州就是他的名字啊 喔 不是揚州炒飯 哈哈哈 抱歉 那個揚州他其實是那個 另外取了名字啦 他的他美國人嘛 他就好像是那個 Morris Young還是什麼之類的 有點忘記 反正不是 不是那個中國人啦 反正美國駐日大使 就到了台灣駐日代表的官邸 嗯 來這個聊聊天 吃點東西 那麼當時呢 還有另外一個人 就是前首相輔佐官 你也可以在想說那個 等於說是市長辦公室主任的概念 嗯 那麼這三個人就在 謝長廷的官邸裡面 齁吃一吃聊一聊 那就聊到了說 欸這個台灣的疫情 非常的需要疫苗 嗯 那日本剛好這邊就是有一批疫苗 那 呃就是 看能不能夠幫忙 那麼呢 在這個三方會談裡面 喔 美日台三方會談裡面 美國的大使 就說 OK 喔 這很好 喔 那個請日本多多幫忙 他日本的前首相輔佐官 齁這個首相辦公室的主任啊 齁 啊 他就接收到這個命令之後呢 隔天他就去找了喔 這個對勢力量在背後去推動的結果 齁 啊 你那是有在日本喔 齁 啊 工作啊 還是 佳頭老的人齁 齁 你都知道 其實日本的官僚系統的效率真的沒有很迅速 那你也可以從去年的武漢肺炎的疫情去做一個觀察 就是日本政府在不管是做一個邊境的管制 或者是說境內的一些封城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管制也好 效率真的都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一次10天之內疫苗就出來 這個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為什麼會刻意挑在6月4號 這一定是有人指定的 那最有可能是哪兩個 就是剛剛提到的安倍晉三跟謝長廷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人 各位聽眾朋友 你若是聽我們的節目 覺得說丹祝儒公圍那些東西 他諷刺啊 會比較像酸人這樣子 我再給各位報警 安倍晉三跟謝長廷這兩個人在酸人的公里 大概有1000個陳子余這麼多 戰鬥力更強 對對對 完全是一個 如果我是那個 比那個那個誰啊 霧犯或天津 如果我是天津犯或克林的話 那兩個就是賽魯等級的啦 普污等級的 我跟妳講 只要看過青龍珠的才會知道 我們這個聽眾的節目程大概都比我們 都跟我們差不多啦 對不對 那不然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說我是在還沒有去受訓前的炭智朗的話 那個安倍跟謝長廷他們大概就是等於說是那個鬼屋禪啦 好不好 十二鬼任之 十二那個十二 十二鬼月的那個上選月的那種等級好不好 那落差真的是太厲害了 欸不對他們是反派換一下 那你嚴住好不好 嚴住嚴住 兩個都是嚴住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謝長廷大家都很熟嘛 他就是那個 在台灣政壇就是一個自多心出名的嘛 他的講話也非常的風趣幽默 討厭他的就會覺得說 講話真的就很酸啦 很會挖苦 安倍晉三就更不得了 第一個安倍晉三他是政治世家 他的那個祖先 非常有名 就是陰陽師安倍晉三 哈哈哈哈 大家去京都玩都會經過那個五芒新的 六芒新的那個廟有沒有 那個城社 啊然後他那個他們家也是從那個日本 戰國應該是說木末時期 就是長州治世啦 山口縣啦 所以也是一個不管是從古代到近代 他都是一個政治世家 所以那個家學非常的深厚 嗯 那麼呢基本上來講 那個安倍晉三他也是很會 很會很嗆啦 因為之前他在擔任那個 內閣總理大臣的時候 就是日本首相的時候 嗯 有一次呢被那個反對黨的議員 就是挑戰啦 那安倍晉三 就是在把人家反駁完了之後 又繞了一句話說 請這位議員 多多的了解國會的運作過程 那至於我的話 就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我是內閣總理大臣 直接像 你們白硬頂有怎麼做 大概是這種概念你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安倍跟謝長廷兩個人 這個嘴巴上的攻擊力 真的是有夠強的 嗯 也因此 這兩個國家 台灣跟日本 也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經驗 就是三不五時都會被 中國吃一下豆腐啊 揍一拳啊 打一巴掌 台灣我們就很了解 動不動就整個武統啊 那個文公武賀啊 他威脅你說要當中國人啊 對不對 日本其實也是啦 那因為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侵略過中國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在道義上 對於中國是有一個虧欠感在 那麼所以日本也其實 提供了很多的這個援助 想要去做一個 道歉跟這個 贖罪 這麼一個過程 不過呢 這個中國他在中國共產黨 建國之後 他就基本上維持著一個說 把日本的一種 道歉的心情當成是政治提款機 反正就是你不管怎麼道歉 我都不接受啦 就是反正你日本就是注定 要欠中國一輩子的這種概念 然後呢 對於那個日本給中國的 對於中國的援助 他就是一邊手照拿 嘴巴就是裝作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有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說 日本對中國的援助 他是金額是非常龐大的 那接著呢 還有很多的日本資本 都是去中國投資嘛 像UNIQLO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吉野家 這些 這些在中國都有 那中國政府三不五時 覺得說要來吃日本豆腐的時候 就會去煽動什麼 中國的民粹的民族主義 什麼那個 什麼福清滅羊啊 這種之類的 就是中國共產黨等式的 這個義和船就跑出來了 動不動就說要驅除打魯啦 恢復中華啦 然後呢 就是要叫那個日本人滾回去他們國家 那日本人滾回去之後呢 那他們在中國的這些產業怎麼辦 那當然就中國人流起來了 有沒有很像當年國民黨 接收台灣的時候的狀況 就很像啦 這個套路都一樣 所以基本上對日本來說 中國也是一個惡靈居 而且呢 那個過去也因為中國的施壓 死了日本 常常就是有點像小媳婦啦 穿小鞋的這個概念 那個氣也是那個瘦了很久 所以這一次 疫苗來台灣 那可以硬成這個樣子 而且故意挑八九六四這個數字 去嗆中國 那當然背後還有一個老大在撐腰嘛 是誰 Devico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5月24號晚上的 這個台灣日本跟美國的會談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點 而且從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5月25號的時候 謝長廷有在他的臉書上公佈了 他跟揚州 強調一次不是炒飯 他跟美國的揚州大使合照 然後說就是 哎呀那個歷史上第一次 邀請美國大使到台灣的官邸 來會面的這個照片 那當時這個照片 其實就是很一個重大的政治訊號 那麼呢 而且你從現在的角度看起來 會覺得說 欸這應該是有點生東疾西了 為什麼 因為當中國看到說 下面你美國的大使 去台灣的那個官邸 去討論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想說 什麼提出外交召喚啊 抗議啊 就是那個希望美國不要再這麼幹 但是從來沒有想到說 這個會面到底談的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原本以為就是一個 哎呀來吃吃飯嘛 那象徵性的意義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 疫苗就是在那一天開始談 而且隔天就談成 124萬劑 只是第一批 而且這邊要跟各位聽眾朋友強調的是 日本真的很夠意識 是真正的朋友啦 要怎麼說呢 因為日本的124萬劑疫苗 就是他們現在手上所有的貨了啦 這個跟台灣的什麼林明貞啊 然後慶林啊 那個張立善啊 嘴巴講講說要去跟人家買幹嘛的 都不是同格level的 絕對是不一樣的level 為什麼 因為日本政府是124萬劑 貨就在那邊 然後呢 他還幫你免運送到府 有甘心嗎 有嘛 免收運費 對免運啊 因為是日本航空的班機嘛 不是馬航的嘛 免運就算了喔 而且還真的是這個 這個這個 提時抵達啦 因為他原本預計是 今天下午2點40分嘛 結果一路超車呢 快快快 就是那個 不到2點就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這個動作真的是 真的是 給人很感動的啦 那另外一方面 這也是說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講 因為台灣跟日本的感情本來就很好了 這是從1995年板神地震 我們從近來來講 板神地震 台灣去支援日本 921地震 日本派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救援團到台灣來 然後接著呢 又是這個 高雄的氣爆也好啦 或者是說這個 日本的熊本地震也好啦 311地震 那或者說台灣的花蓮 台南這些地震 那這些天災人禍之中呢 基本上來講 你都可以看得到台日兩國是 不管是政府或民間 都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希望能夠幫到對方的這種感情 所以一個善的累積跟一個正向的循環 這樣建立起來的 那麼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 穩住台灣 對日本跟美國有沒有幫助 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為什麼 第一個地理戰略位置 台灣如果一亂 中國是不是就可以趁機來亂 你可以從之前的疫苗來看得出來 一開始買AZ要開始打的時候 國民黨就在那邊吵說什麼 哎呀有副作用啊 大家不要打啦 再加上台灣的疫情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就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幹嘛沒事打疫苗 因為我平常就好好的 你打疫苗可能還有副作用 那個比較心理就出來 那等到疫情出現之後 國民黨就吵說 不管啊有疫苗就趕快拿啦 哇你看這個雙重標準 前後態度多差這麼大 為的是什麼 就是要幫中國疫苗進到台灣來開路 那中國疫苗 如果中國政府可以逼台灣接受的話 他一定是會用一種就是 哎呀 中國北京中央政府去支援 台灣地方政府的這麼一個邏輯去論述 就等於說你在給疫苗的時候 同時去矮化台灣的主權 就等於說我們被人家吃了雙重豆腐 所以美國跟日本的這一次援助 就是要擋掉中國的這一個招數 而且也證明就是說 在印太地區 台灣確實是美國跟日本 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利益的國家所在 就是一定要保護住 好那這個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正發布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失敗辦法 擴大納保對象 及提高傷害給付金額 並自110年5月1日起施行 為保障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的職業安全 農民職災保險擴大納保對象 增列具農業生產技術能力 且以區域性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國民 得自願參加農職保 勞保局另外提醒 以區域性從農資格參加農職保的國民 如果參加農職保後 再參加軍人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 就業保險 勞工保險 或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等 其他社會保險時 因自農職保退保 又未提供對保險人相應的經濟補償 本次修法將傷害給付 分為一般及增給傷害給付 農民可依實際的需求及經濟狀況 自願參加 如果選擇參加增給傷害給付 每月自行負擔保險費 將加收5元 傷害給付金額 則提高為2倍 自110年5月1日起 新申請參加農職保的農民 可選擇參加一般 或增給傷害給付 但已參加農職保的農民 需於每年5月或11月 填具申請書向農會提出申請調整 才可以自農會通知勞保局的 次月1日起生效 同一個月份的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 以上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广告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啥音最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歡迎回到快樂聊時事的節目現場 我是初潔淇淇感助主 今天就是大家都已經很熟悉的 我們的見習主持人 儲備主持人 黃欣盈也來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來分享 對於時事的一些看法 同樣的請欣盈 來跟我們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欣盈律師 這段節目我們主要就是 也是接續著防疫的話題 日本的124萬劑疫苗來了之後 美國白宮也在昨天晚上宣布 他們會提供2500萬劑的疫苗 給他們在世界各國的盟友 跟依照地區來分配 台灣就在第一批700萬疫苗 給亞洲、印度、太平洋地區這邊 也是榜上有名 所以等於說在最近的期間之內 至少會有 怎麼算都至少會有200萬劑以上的疫苗來 這個對於台灣的防疫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不過在現階段我覺得 我覺得在全台灣的城市裡面 例如說特別是六都 我覺得在高雄真的是一個最讓人安心的地方 這個不只是因為我們比較南邊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的陳其邁市長 他可以說是六都裡面防疫經驗最豐富的市長 那不只是現在 他之前就是在中央 跟陳建仁陳時中 一起去建構出這個防疫的這個團隊跟經驗 所以呢 再加上他的個性就是叮叮叮 那個 現在我作為一個高雄市民 是非常讚許這種叮叮叮的精神 但是之前在那邊 在市府上班的時候 是非常希望說不要點到五就好 因為市長其實做事是蠻嚴謹的 就他開會 因為我是有跟他開過那個其他的會議 覺得說 喔他開會蠻嚴謹的喔 那做事應該也是蠻嚴謹的 對就是你最好祈禱說你在給他的報告 或者是資料上面 數字不要算錯 他對於數字的精準程度 我是不會輸給那種電腦筋的你知道嗎 就是你只要給他一個數字 他看一看就會跟你說 欸你這邊是不是錯了 我靠 然後你整個人就開始刷起來 靈魂準備出橋這樣 不過重點不是陳其邁 重點是說 在這段期間中 防疫 高雄的防疫確實是讓人家感到蠻安心的啦 那因為欣盈你是這個 有基層的這個警察的經驗嘛 那也是想就是要在這邊請欣盈分享一下 就是說 因為在這段防疫的期間 我們有很多的勤務 也都是由我們基層的警察同仁來擔當啦 但是有很多民眾可能不太清楚說 欸什麼 原來這個事情也是警察在幫忙做的 那能不能請欣盈分享一下就是 這段期間你看到的或者說你知道的 警察 或者是警察小鮮肉 那你幫這個高雄的防疫扛起了多少的一個責任或工作這樣 我還記得前陣子好像大家都在吵那個刑機制度嘛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其實大家的目光 那那個時候其實大家的目光重點都會放在說 警察要維持治安 然後一直不斷的就是 強度的加強的去做執法或取締 那不管是什麼樣的違法性的案件啊 或是交通的案件都會有很高的見景率 那當然也是同時間也會增加警察人力的負荷 然後現階段呢就是在防疫的期間 因為本土疫情爆發嘛 那其實高雄相對於新北跟台北來講 疫情的程度啊 就像剛剛子瑜說的是沒有那麼嚴重 那沒有那麼的嚴重其實就是要反過來說 那是不是在我們控制的層面跟預防的層面上面 我們其實是放了很多的成本下去做預防跟控制 那其中有一個很大的成本就是在警察人力的協助這塊上面 那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說 其實警察原則上他並沒有受過專業的醫護訓練啊 那為什麼他也投入了那麼高的人力成本 下去幫忙就是衛生機關做那個防疫的措施 是因為其實我們在警察法裡面的第二條啊 就給了警察一個類似那種警箍咒 因為他警察法第二條就跟警察講說 那你要防止一切的危害啊 促進一切的公共利益 所以其他的行政機關在他們人力不足 或者是人力有限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遇到重大的緊急事故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萬事找警察 那他第一個想法就是 啊我今天要追蹤居家檢疫的 我追蹤不到 那我衛生局可能就是我直接就 請這個警察機關來做行政協助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看到警察 欸他們又出動了 來協助這個居家檢疫 可是其實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警察人員他們並沒有受過專業的醫護訓練 所以在他們出勤務的時候啊 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落差 就是醫護人員在進行快篩的時候 或是在進行一些診療行為 尤其是在防疫期間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防護的措施 包含從一開始的消毒到他們個人的 比如說他要戴那個護目鏡 口罩防護手套防護衣 那現在啊我們比較常看到 就是還會有所謂的防護面罩 可是其實警察機關的人員 在他們一開始出動的時候 其實呢有一點像是赤手空拳 只有一個口罩而已 掛一個口罩他就要去居家檢疫的追蹤 勤務或者是他可能就是要跟著去碰觸一些 一般的民眾在攬茶酒駕的時候 在疫情的期間喔 他一樣沒有相對應的防護措施 也是只有一個口罩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呢就有一些 就是警察人員就提出啊 他們的勤務狀態其實跟醫護人員 暴露在高風險的染疫風險中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他們的相對應的防護措施 其實是比較少的 他們沒有這麼多的資源 可以做個人的防護 那再加上他們 警察其實是團進團出的一個概念啊 包含是像是說在辦公室裡面工作 那辦公室裡面 他不可能只有一個單警扶勤 不可能只有一個在辦公室而已 裡面已經很久了 在裡面在上班 那住宿的環境 勤務宿舍呢 同時也是好幾個人睡在一起 所以也是團體的通鋪的情況 那也就是在全部都是團體的生活中 其實也是有一個很容易產生群聚風險的 情況發生 所以在一開始疫情的時候 就有人一直不斷的去提倡說 其實在我們防疫的這一塊上面 可能警察的他們的保護 是比較容易被忽視的 那果不其然啊 現在就是最新的消息 得到全台灣的訊息是說 光是我們目前統計出來的警察染疫人數 就已經有到37個人 那當然比較多的都是集中在新北跟台北啦 因為他們確實是人口比較密集 那相當於說他們的染疫風險也就比較高 那我們高雄的話是有 之前新聞是有報說就是在小港分局嘛 那個大陵派出所 也是有就是警察人員有染疫的情況 那其實一個派出所只要有一個警察染疫喔 形同說那個派出所的整體功能其實是會被影響到的 那被影響到的話其實間接來講 就影響到我們人民的生活嘛 因為等於說他一個派出所他沒辦法正常的運作的時候 本來是這個派出所要來維持我們邻里之間的那個治安 那這個派出所他出了狀況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邻里之間的治安狀況 就同時因為派出所出了狀況 那邻里之間的治安狀況也就間接的會受影響 可能就要變成別所的警察要派人力來做支援 再不然的話就是現在可能大家有的時候會看到 所謂的機動派出所 就是本來辦公室是在建築物裡面 你要今天派出所裡面 但是現在派出所可能是變成一台車 你要報案的時候可能就是會看到 警察伯伯會坐在那個機動派出所裡面 那你也就不用進到這個建築物裡面了 讓這個風險呢可以被降低 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 不要讓民眾也有染疫的風險 因為畢竟警察的工作環境本來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大家都是團進團出嘛 有的時候你在外面遇到什麼民眾 啊有什麼樣的風險也不知道 所以呢民眾盡可能這段時間 就像我們新聞上報導說的 宅在家最好不要到處亂跑 對那警察的勤務當然不可能宅在家啦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新聞不是有人還是不戴口罩嗎 那不戴口罩的話 大家也不敢接近他啊 那誰要去接近他 當然就是我們辛苦的廣大警察人員們 他就要去告訴他說 欸我請你把口罩掛起來好不好 可是你就會看到有那種什麼 類似方唐靜 我之前前幾天看新聞 我跳進去了 我又跳出來了 打我要笨蛋 這一種的 像這種要求 這輩子第一次聽 對 他就是沒有要掛口罩 然後在超商門口跳來跳去 那這個時候警察就要去跟他講說 欸我勸導啊請你戴口罩 那但是民眾他並不會覺得說他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是還是會開始為難警察嘛 那其實這個風險就油然而生 他沒有掛口罩耶 但是他在那邊戴警察路很久耶 對不對 如果是一般的民眾可能看到 就說我快想喔 我後面就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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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子其實也是暴露在風險之中啊 這是一個要取締這個要戴口罩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之前還有看新聞 有看到警察在這個車站 取締民眾說 有看到一些遊民啊沒有戴口罩齁齁 那他就是跟遊民勸導說 欸請遊民戴口罩這樣子 或是說請民眾戴口罩 那民眾呢可能心情也煩 就不高興了 那不高興之後就持刀刺傷了這個圓警 就攻擊了圓警 那圓警也因此而受傷 所以其實呢不但是有染疫的風險 還有隨時隨地面臨這個生命身體安全的風險 所以在警察資源防疫情務這一塊喔 大家可能目前現在這一段 在新聞上面看到的可能會是說 啊我警察我拿著就是 宣導防疫的這個牌子 在菜市場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要告訴大家說要戴口罩 其實這個時候大家最好也是都 不要集中在群聚在菜市場裡面啦 像大賣場也是嘛 那大家都不要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可是警察他還是得去 可是相對於這個警察的防護措施呢 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到的是 他實際上並沒有完善的裝備 可是他還要深入這個高危險的地區 去做一個宣導 菜市場也是有群聚染疫的風險嘛 像之前那個萬華齁 也是有不幸的事件也是 因為去菜市場賣東西而染疫的 所以大家盡可能都不要群聚 但是警察為了勤務上的執行 要防止一切的危害促進公共利益 縱使有染疫的風險他還是得去 所以這段時間就是我們盡可能人民的話 就是還是保護好我們自己 也保護好其他人 就不要到處亂跑 對啊 子余你有去菜市場買菜嗎 菜市場的話基本上都是用最短的時間 趕快進去鎖定目標拿了就走了 我現在沒有我現在都直接用訂網購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對啊 直接一按就讓他送來家裡 就是我也避免說不要去人群出沒的地方 但是非不得已的話還是沒辦法 就盡量減少這樣子跟人群碰觸的機會 但警察沒辦法就只能這樣 那當然也有警察就反映說 其實這個防疫其實主要的機關 並不是警察機關 可是其實因為衛生主管機關 他們人力也不足 就像前陣子陳時中部長喔 他在那個直播的時候就有哽咽了一下 就說什麼都要警察來做嘛 大家其實每次遇到事情的時候 想到的就是都找警察 連這個防疫也是 那除了防疫以外呢 警察的情勿千變萬化 想像不到的都可能落在警察的身上 像之前我們取訂那個食物裡面摻雜 一些廢油的 那個時候不是在取訂那個什麼 奶粉 嗯 假奶粉事件的 然後還有取訂那些食物被摻那個 不合格原料的 那些其實也都會要求警察去做 所以警察那個時候也都會變成說 變成食物專家了 從司法的執法人員變成 欸也要去取訂那些 違法製造的食品跟產品 所以呢 每一次啊 大家有事情都要找警察的時候 其實確實警察的情募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來的反重 那在這一些反重的情況之下 他原本維持治安的情募沒有減少 所以今天 今天我們看新聞喔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是 好像是新北的家房官 其實家房官他是負責家庭暴力防治的 嗯 在警察局裡面 他負責就是 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業務的齁 所謂家暴婦女 或者是家暴的 被家暴的對象 然後要受通報 然後受理報案 然後到他協助他開庭 社會安置這些處域的相關流程 都會有家庭暴力防治官 我們都簡稱家暴官來做 家房官來做 那這個家房官呢 他也染疫了 那其實家房官他原則上 我們不太像一般派出所的員警 他會去站入口 家房官他有他專門的業務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會去協助民眾 處理這個家庭暴力的案件 可是連家房官都中標 就是都染疫了 那就表示說 欸可能他在執行 家庭暴力業務的時候 其實他也有染疫的風險 因為他要跟民眾接觸嘛 那其實他去跟這個 可能有家庭暴力的一些受害者 做接觸或是聯繫的時候 可能也在這個過程中就染疫 那家庭暴力都有可能染疫 就更別說 欸一般取締那種八大行業 因為現在還是有八大行業就是 Undertable 在地下化經營 繼續去進行人跟人之間的連結 對 現在還要進行人跟人的連結 可能他忍不住了 大概所謂 強制分離 就是呢 還是有八大行業啦 或是特殊的行業 他們可能就是在暗處中 還是在繼續的營業或是經營這樣子 但是這個就容易形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警察為了避免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他們還是會進行去取締 那取締的時候 講難聽一點 其實他去取締的時候 他也不會知道說現場的狀況到底是 有沒有人有染疫 他還是去了 就很可能在這個執法的過程中 他自己也不幸就賠上了他自己的健康 所以啊真的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裡面多忍忍 然後呢 我們一起來度過這個特別的時期 啊疫苗的話要盡可能就是 如果是警察人員的話啦 我也會希望說 在這個有染疫風險的高度 危險的這個職業 像醫護人員他們是第一線施打嘛 那警察人員的話 尤其是外勤 也希望說呢 我們國家政府能夠看到說 警察也是一個容易染疫的高風險職業團體 那警察人員呢 可以趕快的全面進行疫苗的施打 保護好他們自己 啊也保護好說呢 如果他們去執行這個警察勤務的時候 也避免說其實他有染疫 但他不知道又傳染了給民眾 所以我希望警察人員 可以盡快獲得普遍施打的機會 高雄市的話 應該是有這個可能 可以讓警察人員全面都施打 外勤人員的話 目前來講的話 高雄市政府他在優先施打順序裡面 已經有把警察同仁有安排了啦 那雖然說這個之前可能 劑量大家分配都有限嘛 所以還是先醫護比較多 可是隨著日本這124萬劑疫苗進來 我相信警察同仁施打到疫苗的這個時間 應該是會縮短很多啦 對就是說會在第一時間 盡速的來做一個施打 因為畢竟之前醫護都已經有在打疫苗了嘛 所以接下來這批新的疫苗應該就會 會以警察同仁跟其他第一線 來做為優先的對象 那其實剛剛欣盈提到很多 就是我相信很多聽眾朋友 過去比較不會特別去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說 欸這個到底是不是警察的工作 對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都會有一種印象 就是警察嘛 人民保姆嘛 保姆是幹嘛就巴屎巴尿嘛 所以就養成了一個坦白講 不是很好的習慣 就是 就是 剛才的事情 就是110 119 這兩個 所以我在想那個火神的眼淚 應該也可以拍個警察版這樣子 鴿子的眼淚 類似之類的 不過那個 其實這就讓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到底警察 先生警察小姐 到底幫我們做了多少 他其實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故事我相信非常的多跟精彩 那只是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下功格 快到電報網 快到狗狗餅 97.5 快到昆加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北 89.3 快到華東 98.3 快到佩鵝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檢渣 檢渣不寒 快到電報網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實價登錄2.0即將上路囉 這一次新制將預售屋全面賣管 並且要求成交後即時申報 預售屋紅單禁止有不利消費者的約定及轉售 為者都將給予重罰喔 提醒您 買賣時可多利用內政部版成屋及預售屋買賣契約書販版 保障您的購屋權益 內政部讓您買屋更安心 以上廣告由內政部提供 詹編時事掌握社會脈動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地方性議題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永遠和聽眾聽到在內 快樂聯播網 請 gonna read the future 社會主席 人生無償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 需要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裏有個最好的方法 要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揮揮揮 我們如果要睡前 会用给自己的完成资助 做生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变回自己结缘 放弃三三五 树梨三三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享用最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欢迎回到快乐聊时事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子余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可以一起跟我们储备主持人 实习主持人 未来的主持人 黄欣宁律师一起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时事 同样的请欣宁来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 周末的晚上大家好 因为上一段节目我们听到的 亲吟分享第一线的警察同仁 在这段期间协助我们做防疫工作的一些干股谈纳 而且特别是高风险的这么一个内容 我相信大家都蛮会有点意外 原来警察先生警察小姐 帮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 可是我就觉得说 其实你以为警察只会帮你做这件事情吗 绝对不是 在疫情没有爆发之前 有很多我们习惯打电话叫警察来处理的事情 搞不好就已经不是他们的情侣了 对所以这个所谓 约有头再有主工作分配内容要搞清楚 有压运的靠北 对好厉害喔 不知不觉就忽然压运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 那这段节目我们就请欣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 警察不应该做的事情到底是哪些 我都分享说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说 这个警察他可能也处理过 或者是说听众朋友都不知道 这个其实不归警察馆 但是他第一时间他就打110 我自己讲我自己亲身的例子 我那个时候还是在当一个小警员的时候 有一次就接到110的报案 说 路边有尸体 路边有那个受伤的需要救护 他就讲说有需要受伤的要救护 我就非常紧急 我自己赶快骑着巡逻的时候去 去到这个报案的地点 结果我看到的是 一只狗狗的尸体 他已经僵硬掉了 然后那只狗 我也记得非常清楚 颜色是黑色 一只黑狗 他已经死翘翘了 应该是死亡多日了 因为他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那在那其实 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警察我们不可能就是 在帮这个狗狗做其他后续的处置嘛 所以对于这个正确的做法呢 其实如果民众有看到的话 其实这个他会是属于 要去清理的机关来做啦 就是像垃圾 处理的 废弃物清理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卫生局 或是通知这个垃圾清理的单位 来负责 清运这个狗狗的尸体 那如果说 诶这个狗狗其实他是有晶片的 他是遗失的狗 其实我们当然就会针对说 诶这个狗狗他是不是有主人 或是主人 他曾经来派出所报过说 诶这个狗狗是他走私的闯物 那我们当然就会联系这个 市主来派出所 告诉他说 他的狗狗可能不幸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在路边已经死亡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民众当然第一时间就想到说 诶路边有一只狗狗 不知道怎么样在那边 那他可能也没有要下去看 所以他当然就打110来报案 那我们警察出去看的时候 发现是狗狗的尸体 那其实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啦 啊去看了之后 诶发现说 诶他也没有什么身上的名牌 然后呢 我们去查核的各个派出所说 诶有没有其他的狗主人 针对这只狗狗是有报过 说他的宠物失踪的 要找宠物的 也没有 那没有的情况之下 我们后续的处理 当然就是请 我刚刚讲的 会请这个废弃物的清理机关 像卫生局或是垃圾 清理的单位来做后续的处理 那为什么会说 诶会跟卫生局有关 因为其实 当下啦 我们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 狗狗的尸体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说 诶他死亡那么久了 会不会其实是 有一些疾病的问题 那这个疾病的问题 因为我们警察机关 其实警察同仁没有受过疾病 就是医疗专业的相关知识的训练嘛 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可能 自己就凭自己的经验去推断 说这只狗狗是意外死亡 还是说 诶他是怎么样的过程去死亡 有可能是碰撞 所以我们当然会请 有专业能力的人来进行判断 所以我们当然第一个时间想到 就是联系有关的单位 就是卫生局 那再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请这个农委会 农委会呢 他有一个管动物的 那就请他或是动保局来处理 所以其实在我们政府机关里面 有很多各式其职的单位 只是民众可能一开始想到的 当然就是 我就直接打电话报警 不是说报警不对哦 是因为本来 民众打电话来 我们警察机关 当然就会去协助民众解决问题 只是说打来的时候啊 毕竟不是我们的专业 所以我们也是协助民众来转介 本来就是主管机关的单位 民众不知道是很正常的啦 因为民众本来就不可能 对于政府的行政作业 遥如指掌 那他不知道他打110 其实我们透过报案 那警察当然就会去寻求 这个真正主管机关的单位 出来处理事情 也可以达到协助 解决民众问题的一个方法 所以其实打110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你打来 然后你可能呢 会以为说这是警察的业务 但是实际上不然 那其实对于警察机关来讲呢 他无疑只是一个中介的单位 他会负责去帮你 或者是呢 去告诉其他的 相关权责机关的单位 来协助民众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这个事情 是不是警察机关处理的 那你打110报案的时候呢 我倒会建议说 民众不妨吧 你要报案的内容讲清楚 讲详细一点 就是你自己要报案的内容 讲得更清楚的 那这样子呢 在受理报案的勤务中心 就是警察单位 在受理你报案的时候 就可以更快的去厘清说 诶 那这个业务 或是民众报案的内容 实际上是哪一个行政部门负责的 他可以更快的帮你联络到 真正负责处理的机关或部门 不会延误到 你希望这个问题 赶快处理的时间 或是校程 如果你讲的比较简略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 就像我刚刚讲的 警察同仁呢 他要先到现场 他到现场之后 他一定要花时间 去了解说 真正的情况 要怎么样对症下药 要怎么样来解决 所以他可能就会 多花了这段时间 去了解说 诶 这个案件的内容 要怎么处理才对 他可能要行政转接到哪一个机关去 有的时候 其实比较麻烦的是 像夜间报案 有的时候你夜间报案 因为我们一般大部分的行政机关 其实五点或五点半 就是他们下班时间了 那派出所当然是24小时 大部分 只要不是直述所的话 原则上你打110 24小时都是会有人接的 或是你打派出所电话 都会有人接 那你打的话呢 很可惜的是 在这一段时间 假设其实不是警察的主管业务 然后警察也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他也没有权责处理的话 这时候就会有一个 所谓的空窗等待时间 因为他要去找这个主管机关 或是主要的承办单位来做的话 可能人家已经下班了 因为晚上你找不到人嘛 所以你就算打110 你可能也是要再花时间等待一下 但是呢 你如果打110 或是你打这个派出所的电话 实际上啊 他们都是会有留记录的 那留记录的话 我也会建议民众在报案的时候 你在报案的时候 你在报案的时候 你留的那个回播给你的联络方式 要留真的 不要留假的 因为你报了案 你就是希望你的案件能够获得解决嘛 那有的时候 假设我们转接到其他的行政机关 那人要找你 但是你老的资料是假的 还是说你老的资料是不对的 那那个折承处理的机关 他之后要联络你的时候 他就联络不上 那他也不会知道说 他处理了这个内容啊 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或是跟你的期待符不符合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loss掉说 别人要联络你的讯息 所以假设你要报案 或是你打了110 那针对于你陈述的内容呢 我就会建议民众 既然都打了110 那就是尽可能把问题陈述的仔细一点 也方便将来这个问题在获得解决的时候 有关机关可以尽快的回复你讯息 你得到讯息 假设你觉得跟你的期待不符 你也可以反应 反应的好处就是 其实也是形同说 让我们的政府在施政的过程中 透过民众的反应可以来修整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 正向的互动方式 如果说民众他的意见反应 没有办法告诉给我们相关的政府机关的话 政府机关做自己的 你讲你的感觉好像两边的沟通就不太好 但是你如果说你在报案的过程中 你讲得非常的仔细 细节也都讲了 那政府机关在施政的过程 或是在帮你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也有跟你有做回应 那回应的内容 你满意与否 你也可以告诉政府机关 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这样子就会让大家跟政府机关 好像就比较不会有中间那种隔阂 意见是可以沟通的 那再说过来是 除了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处理狗狗的那个尸体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 有 我相信民众应该看新闻也都会看到 像有的孕妇快生了 那可能先生载着她要去医院 赶快就是生产 那就不小心违规了嘛 因为急着要到医院去 就闯红灯了 那闯红灯的当下警察是 因为其实警察他 在这个取缔交通违规的时候 他不可能说 马上来啊 一开始看着就看着就说你要生啊 他一定会先拦下来嘛 假设你闯红灯的话 但拦下来之后 其实警察人员他会去判断说 你这个确实有这个紧急的状况 那当然就是以这个救护孕妇为最主要的目的嘛 所以呢 违规是事实没有错 可是其实有的警察人员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都会看到说 他为了要保障这个孕妇 这个生命安全 让他就是平安的顺产 他其实是会让他平安到达医院的 有的甚至是巡逻上他会开在前面 因为他会避免说 你如果骑车 你这样子闯逢灯其实反而更危险啊 那与其如此的话 不如就是让你平安的到达医院去做一个生产 那假设你有违规也没关系 我也曾经看过新闻是这样哦 他让民众呢 平安的到达医院 然后顺利生产完之后 再给他一张红单 因为告诉他说 对 要记得 以后不能够闯红灯 但是这个民众收下这张红单呢 诶其实他也没有生气耶 在那个新闻里面 其实他说 他蛮能理解警察这么做的 因为其实当下 他第一个念头只想着说 要赶快去医院 可是他没想到说 他其实在这样子违规的过程中 因为他冠军嘛 啊冠军要骑车 他就没想到说 啊 那其实就达医院也不一定 但是他收下这个红单之后 他就记在心里 他就想说 诶那他以后 就是还是要以安全为优先 其实在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到不如啊 可以紧急的去告诉警察说 诶其实你真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你需要协助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你才不会说 诶第一 你违反交通规则嘛 然后第二 又自己这样子制造交通风险 这样也不太好 所以也是给民众一个提醒啊 再怎么快 也要记得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尤其现在交通事故其实蛮多的 很多人喔 赶着要上班 或者是说赶着要处理事情 那当然安全帽要记得戴 因为那也是保护好自己 头部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那有的时候 骑车骑太快 你造成的交通事故 也是要在现场等待警察来救援嘛 那现在呢 要特别的跟民众宣导一下 就是说 以前啊 有些民众会认为说 啊你骑车的过程啊 你可能没碰到对方 但是对方摔倒了 啊你就想着说 你就想说 阿姨啊没怎么啊 我又没把他拥到啊 不然我的事 有一些民众 他是自己骑车 他就离开了 可是后来呢 他就莫名收到地检所的传票 他被告什么 被告造势逃逸 我不知道 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种案件 没碰到对方 可是对方摔倒了 那他就想说呢 不关自己的事 所以就离开 那后来就收到传票说 诶 他是造势逃逸的被告 他就要去开庭 啊为什么 大家都充满疑问 其实这个时候 我要建议 各位听众朋友啦 当路边有人 就是发生车祸事故的时候 假设你真的觉得说 当时是你跟他最密切接近的这个人 你不要认为说 啊 交通过失这一块 并不是说一定要有真的碰撞才叫有过失哦 我们可以大家去翻一下这个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行车要特别注意的 只是大家可能都忙于生活 也不太去了解 习惯了 就认为说这是日常 就在这边呢 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也保障自己的权益 嗯 好 那那个今天 新云帮我们分享非常多 就是从基层的警察同等的观点 那去提醒我们的民众朋友 那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啦 嗯 那其实我想那个目前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第一个是疫情 我们要一起守住嘛 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个警察同等也是人啊 那就是在这个工作上呢 也是希望可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都能够去这个互相的尊重 那如果能够一起把事情做好 把它解决的话 那对大家来说 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啦 嗯 所以呢将心比心 那个警察同仁 他也是很累的 就是在这边 跟所有的警察同仁说声 谢谢你 辛苦了 那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 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那快乐聊十四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